本帥 嗨大家好 我是有機小妹 今天帶大家來到台南市 非常非常古老的西門商場 現在就帶大家進去裡面看一看吧 這個暗場是女生在西門商場裡面的老宅 那之後也會改建成咖啡廳 等一下好喘 那我們也會介紹三種不一樣的七種 讓大家認識 第一種是木氣雞染色 第二種是哭木漆 第三種是樂譜 現在就帶大家來找一下 有機小哥可能在做什麼吧 等一下我真的好像喘 小哥 小哥不見了 木頭想要換顏色但是又想要保留原有的木紋 這也是大家很常發問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要帶大家來看木氣它著色的濕作過程 小哥 早安 早安 問問而已 比較Q 這個木門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它的材質是石木的 那在濕作之前呢 它的表面是有點毛毛的 然後摸起來粗粗的 就跟我們的皮膚還沒有打雷射之前一樣 有點毛細口 那我們待會 化妝一樣 欸 沒禮貌 哈哈哈哈 那我們待會呢會先幫木門染色 然後再上木刺機 做完之後呢 它整個門就會 跟空姐的肩膀一樣 頂口口 然後表面呢看起來就會很光滑亮亮的 期待吧 好 暗身工作好嗎 大家開始期待這部門會長怎樣了 亮亮的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 我就覺得它亮亮了 欸你感染到我拍攝了 欸你感染到我拍攝了 今天這個暗藏呢使用的是德一的水 信附器T系列 然後這邊有一棵樹嗎 這邊 老樹就是德一 德一就是老樹 我的指甲是不是有入鏡 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指甲的顏色是 染頭髮的染劑 偷染不戴手套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如果自己染頭髮的話要記得戴手套喔 不然就會跟我一樣 好像得什麼 五甲病 超醜 超黃 不 我沒有病 這個是被染色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待會呢會先用 佐色劑上色 那今天這個顏色選的是 棕色葡萄色 上完佐色劑等它乾了之後呢 會再上 二度底漆 我們會上 三至四道 增加它漆膜的厚度還有硬度 最後再選擇這個 水性瓶光75%的面漆 那75%是什麼意思呢 是酒精濃度嗎 no no 75%呢代表它的消光程度 趴數越高 它的消光程度就會越高 現在我們就帶你們去看小哥在做什麼飯 小哥 小哥剛剛在摸魚啦 他已經摸魚很久了 你看 現在他在切膠帶 金點了他在貼膠帶 要貼多久 貼很久 小哥你這樣不行 來我來幫你貼 都貼好了 嘴巴過來 貼起來 貼起來 貼著吧 我都每次你們都貼了 哈哈哈哈 我要被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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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尾 我只是被揍了 好 有的 食物 沒有 我們有那一在 海水 那倒是 有的 穴 你 有的 過 過 手設計已經上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上二度底漆 二度底漆它可以填平木頭的那個毛細孔 然後讓表面變得更平滑 摸起來就不會這樣子粗粗的 因為它現在這樣子摸起來還是有一點粗粗的 那我們的二度底漆呢 待會會上三到四層 也就是說上完二度底漆 乾燥之後用砂紙磨過 然後再上二度底漆 然後再打乾然後再磨過重複四次就可以囉 千萬不要偷懶喔 你不可以一次把它上很厚 這樣子很有可能會失敗會起泡泡 不要這樣子太冒險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做這個繁複的工序吧 小哥上工囉 工作囉 的技藏 也小心 咦 它的 這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經過了漫長的工期之後呢 我們的二度底氣終於上完 已經上了四道然後也打磨完 通通都乾了 這真的差超級多的 它變超級光滑 跟一開始那個出錯的感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表面超平整 果然辛苦是有代價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辛苦是有 辛苦是有回報的 那接下來就會上100%的消光面漆 那我們之前本來一開始選擇的是75% 可是因為業主後來更喜歡100%消光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就改用100%消光 就完全都是不會反光的 那再上完底氣要上面漆的時候 這個過程就不用再打磨了 直接上面漆就可以了 面漆我們會上兩道 開始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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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就可以點出來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幕門卓射呢 就比較沒有這麼費工 但我還是拍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 YouTube上面這種影片比較少見 所以我就拍出來給大家認識一下 你可以在這邊有所關於 幕志偷射記 幕志經 或者任何有關 沒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留言 對 隨便 下班 我是小蕾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guides maintenant and